他是一个了无心意 是无可期待的一个念 我们换了在行政院每天创造经典语录的 大家号称干话王的徐国勇 换这样子的部长 会比较好吗 会比较好吗 会有希望吗 大家记不记得 过去徐国勇的办公室的主任 他曾经出言 来批评参与抗议年改的退休锦销 他说什么呢 他说你们这些人 为什么不趁清明节 早点死死去 记不记得 我们如何能够期许 徐国勇将来来当内政部长 会替锦销争取基本的权益 真正该换的人 大家急得换的人 也没换 最简单的农委会 一下子香蕉崩盘 一下子凤梨价格暴跌 态度非常不谦卑 非常高耗的 就是农委会的主委 林冲贤 为什么不把他换掉呢 结果 就让农养署的署长 来做代罪羔羊 所以我们非常不满意 我们做了一份的农委 但是我们可以做的农养 就是农养的农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